前国民大会议长高雄市长台南市长苏南成日前不幸病逝于家中享受78岁 今日在台南市立殡议馆举行简约告别式政坛各党派人物几乎都出席 市长赖清德深深一举功后致辞说到苏南成在市长任内开办马上办中心 公务员在夜间办公能立即解决人民问题成为金字招牌 至今仍被许多民众感念 与今处理市民的问题 这年概念 整个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一年过年 无论是一年后来的电源 那是关口的最多 马上万中心都是丁净照来 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黄秀双表示心中相当敬仰苏南成在他市长任内得政之下将辅成重返光荣 当时刚好是他二十几岁的学生时期所以他印象深刻这也是参选市长的原因之一 苏南成市长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市长 因为在他担任市长的时候 我刚好是在青春岁月十几岁到二十岁 我当时也常常来台南 发现说台南在他的治理之下 面目一新重返了我们的府城的光荣 这次我出来参选市长 其实也是秉持着我们的苏南成市长为市民奉献的一个心 苏南成在生病期间曾向三位弟弟说过 希望后世能够尽量简单 骨灰植存回归自然 因此在办理其后世时 以一切简约的告别式来进行 让苏南成低调离开这个心中最挂念的城市 记者陈其昌林佑村台南报导